他說我帶你去坐河輪好不好 然後我說河輪 感覺很酷耶 很棒耶 對 他說因為河輪是 另外一種旅遊的形式 人生一定要去一次 我說好啊 當然要去嘛 那我其實內心幻想的是 反正這個行程很棒 他從瑞士上船 萊茵河這樣一路 什麼德法 荷蘭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 後來我們上船之後 有一天都想說 這樣子開那個船好穩耶 很浪漫對不對 我就跟我老公說 走 一人拿一杯白酒 我們去坐在那個船 那個甲板那邊聊個天什麼 那個感覺很好 然後就你知道 就這樣喝喝喝 我跟我老公說 你有沒有想過 我就只是假設問題 因為兩個人結婚那麼久 說真的也沒啥話好聊的 我就跟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以後你女兒 我們的女兒 他們的男朋友或是另一半 也帶他們來一次這種河輪 就是體驗我覺得 這樣子感覺還不錯耶 我老公就開始了 他就說 我覺得 你現在講這個會不會太糟 還有我跟你說 你這樣子偶爾約我喝酒是OK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說你在孩子們面前 你嘗這樣子一杯 你絕對他們的教育好嗎 你知道就開始 我現在旅行耶 好 宋哥你老公 其實是做旅遊業的耶 那應該很方便啊 但你說這是一個大缺點 為什麼 我覺得做旅遊業 他專門的耶 因為你知道職業會帶多 會倦帶的 所以就會變成說像我們 比如說我們今天只是說 寶貝我們今天去那個 台中好不好 我就只是隨便講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其實結婚到現在 十一年一起出門的次數 真的太少 兩個人喔 就婚前這半年也完全沒有 然後呢我就只是隨便講 我們去台中玩好不好 但是你真的覺得那附近 真的好玩嗎 他就可以開始丟這種題目給你 那好啦 台中不去 那我就跟我老公說 那之前以往都是 我帶著小孩兩個人出國嘛 去年我們一起去 之前我們一起去德國跟小孩 那明年要不然我們 就一家四口去德國 找我二姐啊 然後老公就會開始說 德國是也可以 但是那邊都是看古蹟 看城堡 古堡這種 你覺得小孩對這有興趣嗎 然後 問題很多耶 那樂園 哪裡有樂園去吧 樂園那你知道 你的體力不好嗎 你覺得這樣子的行程 走下去OK嗎 所以我就每一次 跟他提到要出去玩 我都會想說 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 才可以說服一個 已經走滿一百九十五國的人 才可以激起他們的興趣 他根本就不想去了 對 他根本就覺得 我就已經走完 你還要去走 蜜月總有吧 蜜月也沒有 對 因為我們到結婚第七年 才有兩個人的旅行 對 因為一開始我們是 我們一結婚我就懷孕了 那兩家的第一個小孩 所以我可以很明白說 大家就是會比較注意 你現在坐飛機可能不太好 或怎麼樣 我可以理解 所以變成他不講 然後我也不說 然後光是我結婚之後 懷孕生完小孩 第一才才在坐月子的第一天 他人就已經出國四十天了 所以就變成說 我在忙著孩子的時候 他在忙著工作的一個充刺期 所以就一直沒有兩個人的旅行 這樣子 然後終於到第七年 我覺得他可能也是剛好一個 他覺得差不多了 孩子有一點點大囉 七年也夠久了 七年 然後他就說 他說我帶你去坐河輪好不好 然後我說河輪 感覺很酷耶 對 他說因為河輪是 另外一種旅遊的形式 人生一定要去一次 我說好啊 當然要去嘛 那我其實內心幻想的是 反正這個行程很棒 他從瑞士上船 萊茵河這樣一路 什麼德法 荷蘭這樣子 那你在船上 你想吃什麼都可以 很方便 然後重點是我非常喜歡小作業 就是說我可以隨時隨地 在船的某一個角落 都可以小作 然後呢 去了嘛 我們那時候一到那個 機場的時候 然後那個 河輪公司他們就 行李員就來啊 然後我老公就職業病上升了 我就在後面推著那個行李 我跟我老公的行李 然後他就走在前面 跟那個船公司的人兩個 就開始開啟社交模式 然後我一個人在後面 就變行李員你知道嗎 對 但是就覺得說 好啦 算了 沒關係 他等一下人一定就OK 讓他就是去社交一下 這樣也是OK的 然後你知道後來 我們上船之後 有一天都想說 這樣子開那個船好穩耶 很浪漫對不對 我就跟我老公說 走 一人拿一杯白酒 我們去坐在那個船 那個甲板那邊 聊個天什麼 那個感覺很好 然後就你知道 就這樣喝喝喝 我跟我老公說 你有沒有想過 我就只是假設問題 因為兩個人結婚那麼久 說真的也沒啥話好聊的 我就跟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以後你女兒啊 我們的女兒 他們的男朋友或是另一半 也帶他們來一次這種河輪 就是體驗我覺得這樣子 感覺還不錯耶 我老公就開始了 他就說 我覺得 你現在講這個會不會太糟 還有我跟你說 你這樣子 偶爾約我喝酒是OK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說你在孩子們面前 你嘗這樣子一杯 你絕對他們的教育好嗎 你知道就開始 我現在旅行耶 對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跟他說說 這也就我們兩個 你就是放輕鬆 我就只是跟你聊聊天 然後他就開始在那邊 你跟他這樣講完還不行 他就跟你講說 不是 我現在是認真的 這樣跟你講 你耳朵要打開 要聽進去什麼的 然後你知道 我每一次 就是他那種一講完 我自己在那邊想說 我落淚 我就說 我心裡就想說 為什麼我要答應 結婚七年後 跟你兩個人單獨 難得第一次旅行 會讓我放輕鬆嗎 然後更生氣的是 我還沒有辦法甩了門就走 我們還在那個行徑間 到處都是河 你知道嗎 然後好啦 我自己安撫 自己秀秀 自己情緒比較平復之後 那一天晚上剛好是船長職業 開心 對 派對 那大家就著正式服裝 那因為船上 只有我們兩個是亞洲人 那大家就在那邊聊天 都用英文在交談 那因為我老公在國外讀書 所以他可以很流暢的 跟人家聊天 那問題是我不是 我聽得懂 但是我回答你就是慢慢 我會慢慢地講 但至少都還是可以溝通 然後我老公就開始 我會跟別人 別人那一些船上的一些客人 在那邊聊天 然後我老公就開始用英文 跟那一些客人講說 我老婆她就是英文很爛 不好 你們跟她講 可能聽不太懂這樣子 然後我就好像英文說 我說不會啊 就是沒關係 我就是很慢慢地這樣子講 然後又轉頭過去 就好像說 我就夾帶髒話 但臉還是吹這樣 我就說你講話 最好是給我嘴巴閉起來了 當然你等一下你就知道囉 然後就又立刻找回來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跟老公出去 真的隨時隨地都要 你知道有一顆很有修養的心 真的修行 對 真的太難了 這時候需要一些美美的照片 讓自己心情變開心 總是有美照吧 有美照嗎 我想一下 和倫耶 對 你知道我覺得 隨便拍都是明信片才對 對 結果你知道嗎 我那天也要已經到尾聲了 旅程到了尾聲 那我想說 好啦 又坐在那個 那個我們房間的陽台上 那種滑手機 看一下這幾天到底拍了什麼 因為要不就是我拍他 要不就是他拍我嘛 結果一不看都還好 一看了之後 你真的腦壓瞬間會升高 你知道嗎 我在甲板上 他就開始給我拍這種照片 這是 就是你知道 我在那邊就是 這是淡水哪個歇腳亭啊 對 對不對 然後就每一次我拍任何照片 他都跟我說 OK 這一張照片可以了 然後每一張照片那種 我就眼歪嘴斜 然後各式各樣 這張照片取景是怎樣 我不懂 還有一張是像這樣子 對 然後我每一次拍完 他都跟我說 好 媽咪我跟你說 這張照片 OK 然後我看完我就跟他說 你可能說你老公 藝術氣息滿高的 太高 我真的高深我看不懂 然後還有這一種 然後我真的看不懂 然後我就 我就一直跟我老公說 我真的看不懂 你的表情就是寫 我看不懂你在幹嗎 我就一直跟他說 我說你拍照 可不可以好好拍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我好好拍 你就長這樣子 然後 好啦 現在結婚十一年 照理講 你這七年 七年 結婚七年 到現在都過多久 你應該有所長進了 沒有 我到現在為止 只要跟他 無論去哪裡玩 光是在家 請他幫我拍照 所有的照片 你就以這樣喬好角度 我就說你過來 我這邊按OK就好了 那個照片也都會 在他手上毀掉 我們就不懂 男人為什麼不能夠理解 而且男人都忘記 自己是一個動的好嗎 每次拍 好像他不能動一樣 他是可以行進間的 攝影機跟照樣機 對不對 好 劉浦也非常有感 講到這個我就來氣了 就是 我其實就是每次大天 幫我拍照 他都很不用心 然後都是拍到這種 批眼的照片 對 這也是特別取景的 我的天啊 他可能每次拍到都這樣 就按幾張 然後就 好好的這樣 對 就是超級隨便 後面那扛棒 都要不要拍啊 你看他每次都幫我拍 成八十公斤 我的天啊 就是 然後眼睛就是 這角度 對啊 這個取景真的有點妙 他到底是要拍 看不到他這是要拍 對 到底是要拍 後面那個人還是要拍 就隨便 你這樣子長得最可愛嗎 因為我老公都會拍得 就拍都代表他有在抓拍啦 抓拍啦 不是因為我每次幫他拍照 我就是那種蹲在地上 然後整個人這樣要趴在地上 很認真的幫他拍 我覺得他講說 皮包 我跟你講 你拍照呢 就是腳下面要留 就是腳要切齊那個畫面 然後人要置中 然後你的什麼天空要留多少啊 人要在哪裡 我就已經跟他講了 然後四年了一樣 就是還是拍出這種 幸好自己長得沒啦 不然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每次拍了一百張 都只能用一張 真的 超生氣的 你知道我後來就受不了 我到了老公 我給他報攝影課 好充分喔 用心良苦耶 我強迫他去上了四堂攝影課 就改善很久 真的要報 安苡跟另一半這樣出遊 都很掃興怎麼辦 你跟你老公會這樣嗎 會啊 剛開始也是 為了照片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我是記者 我對照片要求很高 然後又有部落格 我們也是算一個網紅 回來之後要發對不對 結果一百張裡面 就沒有一張可以用 沒有腳的 掃一次手了 後來我真的幫他報了攝檔的 那個攝影課 他上了四堂 然後他現在拍得超級好 對 所以我對他真的 虛擬競技還是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啦 就出去玩 其實真的有些事情 真的是要慢慢磨合跟溝通 我跟我老公從蜜月旅行 開始就吵 吵到現在出去 終於不會吵架了 二十年了 對 我們今年九月去了一趟土耳其 然後我老公回來好高興 我說這是我們唯一一次 沒有吵架的旅行 那以前為什麼迷路也會吵架 然後找不到路 或者是他不體貼你 然後我記得去印度的時候 最好笑 他早上每次都是 我跟兒子在樓下跟司機等他 然後後來有一次司機 就忍不住問我說 他到底在幹嘛 我說他在化妝 然後出去最掃興的事情 就是比如說一直講練話 忙工事這種 所以都需要慢慢磨合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出去 就是變成是說 其實某些時刻 我們也要把心情放輕鬆 然後不要太嚴肅的看 我覺得你老公好嚴肅 就是他對每件事情要求的很高 然後一講起來就是長天大 很可怕他就是總教官 對 所以你可能就要想一下 那個話題開啟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觸碰到他那個 對 我不能挖 你觸碰到他底線 那個開關這樣子 趴一下出來 所以我覺得慢慢會越來越好的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